而在昨天上午,江西物源S302自区县局境路段也突发大面积山体滑坡,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 事发时的情况被游客记录了下来。 在滑坡现场可以看到,整个公路已被山石完全覆盖,就连河道也被埋了一半。 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,疏导游客并协同公路部门进行抢修。 目前,物源交警一对该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。 在此之前,这里已经发生了小面积塌房,养护工人及时发现立即会同交警,设立警示标志,禁止游客通行。